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蓝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那么这一集咱们得说一个人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人是很有必要说一说的 大家呢在中国内网啊在微博上一定刷到过这个人 就是不知道的人以为看了这个头像 它是一面朝鲜的国旗的原型截图 那么它叫作家崔C号 那么给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 朝鲜是不是印象当中有一个总理叫崔龙海 那么姓崔的是不是就是朝鲜人 那么投降是朝鲜的 那么是不是这个号就是朝鲜 劳动党朝鲜这个国家在中国微博上的 他们的喉舌 然后是他们朝鲜的一个作家叫崔C号 那么我以前也刷到过这个号 我也有一点纳闷 我在想这个 因为咱们国家对于朝鲜相关的东西啊 是比较注意的 就是说我们是比较宠着朝鲜的 比如说在丹东往朝鲜运这个物资 是一个车皮一个车皮运的 而且是一眼望不到头的 那么也就是说 比如说在中国 金三胖是这个词是个敏感词 以前呢我们一直都是叫金三胖 但是后来呢 因为由于朝鲜向我们抗议了 那么金三胖这个词就没有了 那么所以说呢 你会印象当中产生一种反应 这个国旗朝鲜的姓崔 再加上中国大陆对朝鲜的东西 是比较严谨的 那么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一个代表朝鲜 在中国微博上发表对国际事务的看法 对一些热点新闻的看法 那么你也会很好奇 你就会关注他 我们想看看从朝鲜人的这个视角当中 看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 你会 我给你解释了这么一大串 就是把这个事给你掰开来揉碎了 和你的关注他 或者说看到这个头像 这个账号的第一印象 和你对他的一种潜移默化当中 所形成的那种印象 是不是 没错吧 我相信大家一定是这样子 包括我自己一开始也是这样子 但后来我就没看过这个号 我就觉得这个家伙怎么说 怎么这么奇怪 这个就是等于说是高级黑的不得了 这一次通过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了 就是造谣吴京德艾滋病 原来在海外传的沸沸扬的造谣吴京德艾滋病的源头 就是这个逼惑 这个逼惑现在也被微博给禁言了 可能下一步要采取这个封杀的这个政策了 对这个逼惑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边角料 但是它危害性挺大的 这个外网最近针对吴京急中造谣了一波 说吴京德艾滋病之类的 然后微博上一个古墓派媒体人 作家崔西浩 这个ID把2018年吴京住院治疗的老照片拿出来带节奏了 这个是磊哥写的 说一下说明一下处处 那么这个顶着朝鲜国企的ID是什么人呢 这人本名张明俊 是前深圳经报副主编 他为什么要假装朝鲜作家呢 网传 此人清楚在1950年 因倒卖抗美援朝物资被枪决掉 张明俊因此极度仇恨国家仇恨党 故专门在网络上做出多个朝鲜相关马甲专用诬陷造谣 在被平台要求提供外国身份证明后 才把ID名字里的平壤改成作家 在舆论最黑暗的十年前 他的账号最高做到了400万粉丝 当年许多臭工资都是他的粉丝 其所发内容主要为造谣带节奏 最近一年一直当乌贼 而且偶尔还会举着红旗反红旗 十年前深圳晚报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吹捧张明俊的文章 题目是这位大V正让人随时受不了 张明俊当时任正浩为卓越兄 他在接受采访时 成人作家崔晨浩和偏让崔小姐均是其小号 这种人能混进官方媒体 还能在当年做到副主编 负责政审的人应该坐牢 雷哥说了我还说实话 那么乐点能够关注张明俊 深圳经报副主任 那么张明俊这个人长得那个样子 典型的一个非常不好的面相 就是他的脸这两边 是这样的 他这两边没肉 面积骨全骨抱到老高了 这种面相的麻痹 不是他妈非奸即盗的面相 而且如果说就是你看看这种人的这个面相 对吧 他给我感觉就是这个人像一个像一个僵尸 像一个像一个吊死鬼一样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个人他身上 因为老兵呢就是就是学习这种 心相学以后到现在 我就是发现 我能感知到这个人身上是阳性能量大 还是阴性能量大 这个人一看他这个样 就是他身上阴性能量特别大 而且我注意观察了很多中国网上这些法律博主 和这些财经博主 这些人的长相大多数都是很阴邪的 用泰国阿赞的那些话来讲 就是这些人 他们是阴物 如果说他们挂了以后可以作为这个阴料 来做这个佛牌 做阴牌 就这种人他们是很适合的 他们就是 来讲 男的你阴性能量太大 不是什么好事 男的要有要什么 要这个阳性能量要要比较强 要比较强 所以说呢 新这个占星学当中 就男人最不好的相位叫做日土行刻 就是火星90度行刻你的太阳 就是把你阳光的那一面 太阳首先给顶的那一面 散发光芒顶的那一面 给行刻掉了 给盖掉了 那么也就是说你是属于这种黑暗笼罩 女人的阳性能量不能太强 那么女人最不好的一个相位叫什么 叫月火90度行刻 叫月火行刻 就月亮和火星进行行刻 这样的相位对于女人来讲是不好的 她会脾气非常暴躁 而且女人是什么 感性动物 她的暴躁是会失控的 可能啪上你刀妈捅你了 就是这样子 那男性日土他做事情不理性 不光明 内心特别玻璃心 这样的男人他就会什么 他就有反骨 他就会干一些阴柔的事情 他就会给你暗磋磋 给你使坏 给你下刀子使绊子 所以说大家去看看 你去看那些什么财经法律博主 就是那种 不是正能量的那种 包括海外的反罪 你可以去看他们的面相 一个个 你看什么撑破空的 嘴巴都歪的 还有那个文照 长得他妈的跟他妈逼 跟他妈的 那个樱桃地府里的那种小鬼似的 你看那个江峰那两个眼睛 非常的邪恶的 还有那些海外那些反对的面相 都是那种 非常的小人 非常的鸡贼的那种 像缅甸那几个东西 缅北那几个东西 你看他们的面相 他们的面相是不是长得 他们是穷凶极恶的那种面相 很凶狠 残暴那种面相 满脸很狠肉的那种 摇头晃脑的 但是小人 鹦鹉 他们的长相 就是像张明俊这种长相 所以说你看这个僵货 从他整个人的感官来讲 从他整个人所透露出来的那种气氛来讲 阴性能量足的人 他走在外面 麻痹大太阳底下 你他妈都感觉有一股阴森森的感觉 所以这个人 而且还配了一张头像是绿色的 你他妈不是跟那个僵尸是一模一样的 我记得之前英超有一支队伍 叫水晶宫 水晶宫 他们的那个 好像是西汉姆连 西汉姆连 他们那个教练不是这个智利的 还是阿根廷的 他不是长得跟那个僵尸似的 所以这个人 他现在被封掉了 像这样的 在阴沟洞里 唯索发育的阴物 必须要什么 要给他斩断掉 所以大家想想看 他在造无精的谣 大家要明白 这就可以解释了 我们从这个阴阳太极的 这个方面去 八卦这方面去解释 大家要知道 我们讲了 这种阴物 男的这种阴物 他会震恨什么 阴物他还有一个特点 他性功能不强大 他的阴性属性特别强 那么OK 他会内心非常扭曲 他会做出很多反动的事情 那么他们最痛恨的就是阳性能量比较强的人 无精 战狼 无打偏 正能量 那这种人就是阴物们的 敌人 所以你说为什么他别人的谣 他不造 他要去造无精的谣 因为阴物 他们想让大火正常的男性 跟他们变得一样 变成一个鹦鹉 一个太监 一个公公 和一只母鸭 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 所以你去看 为什么LGBTQQ这些当中的 这些母性的这些东西 他们都是 绝逼是他妈的反反抗政府的 绝逼是不爱国的 绝逼你看像王丹那样的 他都是什么 阴性属性特别强 包括整个台湾 台湾是阴盛阳衰 所以台湾的男人 大多数是蛮阴险的 这样子都蛮阴险 你去看网上 就是有的时候 你在骂大陆的那些人 那个头像去点开来 点进去 那种面笑 我自己骂屁 什么一字眉的 什么两个眼睛 扣进去的那种 就这样的 要么就是这样 像一个梯形一样的 就非常的可怕 那种眼神 就是感觉 这种人 这种面相 大多数这种 台湾的这种反对 这种面相 在现实生活当中 那绝逼会 他们给你吓到的石板子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 看你一定要学会看人 就是说 这个人他给你感觉不对 就别跟他接触 所以说 他造谣无精 什么原因 就是无精的能量太强了 他很痛恨你们这种 阳刚的男人 真男人 大男人 厉害的哥哥 他是非常痛恨的 所以他要去黑无精 黑无精 还很拙劣 拿的是无精曾经 住院的这个照片 住院的这个照片 因为他曾经就是拍戏的时候 他受过伤 腿都骨折过 住院 而且是得了这个 就是他这种外伤住院 他说人家得了艾滋病 几百女星 他妈的去做筛查 去你妈个逼的 吴京啊 他在那个现场 他还是这样做拍戏 他一个人得了艾滋病 他妈的 这个是绝症 他还有功夫 他妈的这样子去做 所以这种人 他就是小人 我们大家知道 现场中的小人 首先第一个 你要避避开 避不开了 那他妈就往死里赶 把他打了 打了 打趴掉 整死他 大家要知道 邪不压阵 邪不压阵 你黑暗 它是抵挡不住 阳光的侵蚀 所以说这种东西 能够在中国的网上 猥琐 畸形 发育到现在 你想想看 这个微博上面 为什么能讲 这个微博 他妈很有问题 对吧 还说自己叫什么 平朗 吹陈浩 这个B装的 可真他妈大 而且这个人的IP地址 又是在他妈死传 我操 他是不是在成都 所以老兵说过 成都已经成为了 一个鬼魔之地 是中国的白左门的 九层妖塔 就是在那个地方 之前给梅西洗地 这个IP地址也是四川的 所以现在四川 已经这个成都 已经成为了反贼 境内敌对势力的 失落之塔 就是在他妈成都 那个地方 非常非常的 现在有问题 现在有邪门 我说过 你从我们 我从我们上海 坐飞机到成都上面 或者从成都 坐飞机到上海 那个飞机上 你经常能看到 踢的那种平头 这里弄了一个 弄了刘胡子 打了一个 弄了这个这样的 或者有的一身肌肉 但是那个皮肤 像白面疙瘩似的 一身肌肉 穿了那个 走路那个 夹皮尔走路的 你就能够看到这样的 就是穿那种 艳色的那种衣服 就感觉 就感觉在飞机上 就像台湾学习 衣服都扒光 光屁股蛋 然后在飞机上 走来走去 他们显示这些东西 所以说国家 在四川这个地方 在成都这里 一定要高度景地 高度重视 高度景地 高度重视 所以说大家想看 你看这种人 你看他心眼多坏 他自己他妈逼 是个他妈的太监 他就希望吴京也 就是天天就针对吴京 像这种逼 所以有的时候 我说中国 有的时候还是要什么 我们要引进 我跟各位讲 在这里老兵 跟各位讲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建议大家 可以到伊朗跟沙特 去捋下游 去伊朗沙特 观看一下 斩首 就伊朗沙特这种地方 伊斯兰的国家 没啥好玩的 都是那种 一千那麽五遍 对吧 这种地方没啥玩的 其实景色没啥玩 沙特伊朗我都去过 景色没啥玩的 但是沙特跟伊朗 有一样东西 你就是一定 就是说 在那边 特别待了一段时间 你再往上搜一搜 这个资料 他们会在那种 广场上面 有的时候 大吊车 把那火火吊死 或者就进行斩首 你可以在那观看 斩首 观看处决掉人 那都是他们 那个队伍里面的叛徒 就是像张明峻 这样的 这样的东西 就是被这样 给处决掉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中国 有的时候 为了我们要进口 那样的一种方式 在你每个城市 大广场 像这个汉奸 走狗 卖国贼 把他们给 纠集起来 把他们放在 那个大吊车上面 给他们吊在那里 弄两部吊车 当中弄一根钢蓝线 把他们刀挂在上面 因为他们喜欢 像蝙蝠一样的 倒过来看中国的所有一切事物 然后你给它 挂到上面 给它爆炸 晒死它 或者就给它什么 公开处决掉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必要的 对吧 否则的话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一个个的 嗯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